這種矛盾 先去那個啊 先去 Labo 看一下 可以預期 這是一個可以預期的狀況 世界本來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但是我也不希望我和 Labo Man 的人際關係發生變化 我腦中不斷重複這些像是小孩子耍任性一樣的願望 我們要先回到 Labo Man 只要回到研究所 一定可以看到 像平常一樣的Maiuri和達魯和紅利奇 Maiuri一定充滿著精神迎接我 然後兩個人一定很懶散的迎接我 我抱著這樣的期待爬上了二樓 走到了研究室門口 我終於了解到我是這麼的天真樂觀了 完全變了 二樓已經變成一個空房間 裡面沒有人耶 當然 也沒有時空跳躍機在這裡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時空跳躍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跳躍了耶 咦? Maii Queen 有嗎? Maii Queen 還在耶 我為了尋找我所認識你的痕跡 先來到了這家店 好像很久沒有看過像貓一樣的Logo了 我吞了一口氣後 把店門打開 有馬尤里耶 哎呦 馬尤里還在耶 馬尤里耶 好啊 我又看到認識的人了 他們兩個迎接我 我打從心裡感到安心 他們兩個人並沒有消失 馬尤里還在耶 馬尤里還在 而且跟我原本的記憶一樣 他們兩個在這裡上班 那為什麽我手機只有飛伊莉絲的電話 馬尤里 我又知道你喜歡自稱馬尤西娘娘好不好 馬尤里擺出一個像貓一樣的姿勢對著我說 我們不是青梅竹馬 為什麽要這麽 這麽陌生 連線夥伴 他 跟我好陌生喔 他好陌生喔 為什麽要這樣子 我們現在只認識飛伊莉絲嗎 說完 他往飛伊莉絲的方向看去 可能是飛伊莉絲 這個人 馬尤西的本名 教了嗎 本名告訴我 我本來就知道你的本名了 什麼 你 你 我沒有記憶的 你 但是 馬尤西 名牌 你 想要想 你 大概想的到吧 那是吧 嘿嘿嘿嘿 欸 喔 唷唷唷 又是這個奇妙的感覺 馬尤西已經不認識我們了 馬尤西不認識我們了 馬尤西不認識我們了 飛伊莉絲跑到我的耳邊 說著俏俏話 謝謝你 但是 我客人的前面 所以 你應該要保證自己的行動 所以 我是飛伊莉絲的男朋友 已經直接變成 飛伊莉絲的男朋友了耶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變飛伊莉絲的男朋友了 以他男朋友的身份在這邊活著了 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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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什麼 女女 女女 好配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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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在店裡親親我我 馬尤里也知道我們兩個關係 你知道這兩個人在哪裡嗎 馬尤里很緊張 馬尤里一臉困惑的開始思索我講的話 完全 完全不認識這兩個人欸 完全不認識欸 剛才奇妙的感覺似乎不是我的錯覺 馬尤里跟菲莉斯講話也有些奇怪 也就是說我和這兩個人的人際關係也有微妙的變化 沒有Laboma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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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Lab Lab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 果然 什麼跟什麼啊 菲莉斯帶著不爽的表情抓著我的耳朵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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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沒有跟 我沒有跟馬尤里去什麼Lab 不厚的好不好 唉沒有 不是 不是好不好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好不好 Lab Lab 不是Lab 是Lab 不是Lab Lab Lab 對 Lab Lab 就是 未來ガジェット研究所 那 馬尤里 知道嗎 他 未來ガジェット研究所 不知道 不知道 嗯 都 馬尤里 是 不知 我 不知 這個世界沒有Lab 了 欸 不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 他 想在女朋友面前光明正大把妹 我們現在還沒搞清楚世界是什麼狀況好不好 欸 沒有辦法講話了 沒有這樣把他講話了 女朋友 女朋友 菲利斯 誰的 你的啊 誰的 你的啊 倫太郎 我的 呃 好啦 我們要吃東西了 抱歉 我只好乖乖的道歉 請他們把我帶到座位 就在此時 在店裡深處的兩人座看到達魯的身影 達魯欸 我們看到達魯了 他巨大的身體一直睡動著 可能是因為他一直在抖腳 說 是說 他為什麼一直在瞪著我 因為他就是菲利斯的粉絲啊 我們又是菲利斯的男朋友 他不瞪著我們要瞪誰 欸 我坐到了達魯對面喘了一口氣 店員 端來的水 我的喉嚨終於得到了一點滋潤 達魯似乎沒有 打算要隱藏他的不爽 什麼關係啊 要逼問我們了 什麼 不 嗯 沒有 那你會看到的自己的顏色嗎 那你還在哪裡 那你這樣 那你還在那裡 你還是菲利斯的我 那你真的姓 你真的有個風騰嗎 你不來 野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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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獄 在現實生活過得很充實的人 判斷的標準來說 朋友多 有女朋友或男朋友 熱衷於社團活動 常參加聯誼 對二次語沒有興趣 暑假常到國外旅遊等等 即稱為現實充 現實充 笑笑喵也看一下好了 笑笑喵 在愛一時喵 喔 就是才俊貓喔 好啦 這樣跳過去了 喔 現衝嗎 你是現衝嗎 達魯對我們很兇欸 縮到一半我停了下來 我想到剛剛 的瑪優里跟 菲利斯的例子 或許我跟達魯的人際關係也有了變化 我試著問他 你唸哪裡的 初次見面嗎 初次見面嗎 你是唸哪個高中的 他們不是高中同學嗎 你是哪個高中的 這是一種有說話的味道 在這個世界線你不常來啊 哈哈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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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麼事是 我 我也 沒什麼關係 我是 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要報上名字了 我們要報上名字了 為什麼我得接受他的審問呢 雖然很納悶 不過也沒有必要聽 讓他繼續不想下去 繼續回答他的問題好了 問題是 那問題是我該回答哪一個名字比較好 碌 說 他 摩 Get 猪 咪 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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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咆 咇 咋 咯 咇 咇 現在就用一種充滿崇拜的眼神看著我 還抓起來了我的手 怎麼了怎麼了 鳳凰院兄貞很有名嗎 發生什麼事情 對戰夥伴 什麼東西 我們也參加雷網路的對戰 對戰夥伴 這太誇張了吧 什麼東西 我們不是從來不打雷網路卡片的嗎 被他扮強迫性的握了手 達魯整個手都是汗水 濕濕的濕濕的 濕濕的 欸 喂 D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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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知道我的名字嗎 因為 因為 我們 我們很 很親密喔 唉唷 我終於有點了解現在的狀況了 其實 其實所有 研究所都已經不見了 像這樣的情況 是早就可以預測到的 馬尤里跟達魯都不知道我是誰 沒見過 也不是青梅竹馬 也不是夥伴 是 是 我 回憶全消失了 這就是賭局的結果嗎 命運這東西還真是殘酷啊 明天就要決賽了 可是我不會打雷網路卡 我不會打雷網路啊 決勝賽 聽到這個名字 我就知道在講雷網路連線對戰卡的事情了 難道說我跟菲利利斯是同一隊的 而且照理說 決賽應該是昨天就結束了 這個世界線的決賽是明天嗎 還沒有發生襲擊事件欸 對啊 關於這一點 等一下跟菲利斯確認一下好了 因為就目前來看 我跟他似乎是對戰夥伴 又是男女朋友的樣子 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必須確認一下 你認識木賴宏令七嗎 嗯 嗯 確實是論文是很厲害學術誌 天才少女 所以你也不認識 你只知道他是 這樣子的人是不是 阿特 前面 ATF 抗議 所以你也只是在下面聽課而已 不是很重要的人欸 所以你也只是在下面聽課而已 不是很重要的人欸 嗯 沒有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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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沒有入侵西倫 所以馬尤里更不可能被 被 被什麼C人的人殺死 巡行者殺死 所以我們已經 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了欸 我感到全身的無力感 我到底算是贏了這個賭局 還是輸了這個賭局呢 不知道 這兩個人雖然都沒死 非爸和 那個什麼 馬尤里 確定都不會死了 可是 可是為什麼還有萌系商店 如果他老爸在應該就沒有萌系商店啊 所以他老爸還是死了 然後這些人都不認識我們了 所以我們的賭局是失敗了嗎 或許今天晚上就會知道了吧 好 好